市長在施政方針中提到 要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和國民教育 我覺得是十分有必要的 因為品德教育是對孩子在學習至成長最有效果的幕語 是家庭教育 因為他是一個人價值觀形成的基礎 家教是一種以原木掩的學習 是一種長期的人格的養成 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教育而言 一個孩子的成長分三個學習階段 孔子也提及過入則校出則弟 孩子在家裡應該是孝順父母 對外要尊敬長輩 這是孩子第一個學習階段 就是家庭教育 謹而信 犯愛眾而親人 謹言慎行 守信眾承諾 與人為善 親近有言得的人 這是第二個學習階段 就是社會教育 第三個階段是行有餘力 則以學問 只有學會以上的兩點才可以學習文化知識 這些就是知識教育了 在現今的教育與中華傳統的教育是恰恰相反 孩子從幼兒到中學甚至大學 都在學校接受知識的教育 畢業之後再到社會接受社會教育 而最基本而重要的就是家庭教育 腳欠奉 而且甚至遺忘 家庭教育就是倫理教育 所謂倫理是指一定社會的基本人際關係的規範 及其相應的道德原則 孔子是創立了儒家的理論思想 提出以人為核心的反映宗教等級關係的道德規範的體系 以眾義兄弟 遲到議論的立場 神上中庸之道 倡導社會群居和一 以人至統一為理想的人格 強調理性自覺和道德修養 主張修身為齊家自覺平遷下為本 理論教育是規範教育 是接受服從規則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培養孩子從小就學到生命的自覺 是一種建立在服從基礎上的自覺 中華的民族五千年歷史源遠流長 禮異廉恥 中信孝弟 知文化的精髓是中國的傳統美德 應該廣直在下一代年青人的心內 讓他們從小就認知中華文化的從來重設築行中於國 孝依親敬於師 以於友的道德規範行為 我完全同意師長所言 國情教育是千經地義 我十分同意 另一個問題 對師長的醫療改革提高服務素質的信心 十分十足 在未來五年 澳門醫療最光輝的五年 是師長的信心 大家都應該感覺到 說實在話 市民都期望這一千的到來 但是要兌現這些承諾 我想到一句很切切的對你的工作就是 在屈原尼蘇裡面說 路萬萬其修院系 不將上下而求索 師長 任重道遠 澳門的醫療問題面對其一就是體病難 其二就是醫病難 體病難是指輪候時間長 特別是指一般專科輪候的 差不多要一兩個星期 更甚的差不多要一個月以上 對病人而言 一日都嚴長 市民有預言 就難不免 政府醫院是公營醫院 是承擔大量特定人群免費的醫療 以及本地居民的醫療費用是重優 因而形成了病人太多 加上人口的增加 但醫護人手增加是有限 這些就是體病難的結晶所在 其次就是醫病難 無容置疑 本地目前的醫療水平是不高 確診錯漏時有出現 居民對本地的醫療體系的信心是不足的 經濟好的市民都會到香港或內地就診 所造成的不方便而覺得是醫病難 當然對一邊的雙風感冒、保健、孕婦服務的衛生 的護理水平還是相當好 市長提出病人分流措施 無疑可以減低病人的淪漏時間 亦可以減低公營醫院的壓力 但相對而言對其他的社團 醫療機構是增加了壓力 而對全澳門醫護人手的緊張 加上政府要贈聘五百多名的醫護人員 且對各醫療機構都會擔心人資的流失 吸人的感覺就是滑西腸和保東腸的感覺 目前分流的措施並非是醫療改革的資本手段 澳門的醫療問題的改革、提升素質、服務 這些都是涉及澳門的醫療整體規劃的問題 恐怕一時三刻是很難扭轉情況 也恐怕是市長任期內的一大難題 市長醫療的改革成功 人才是關鍵、細節是基礎 第三,我也講講關於青年的問題 這個問題確實是很複雜 要做的工作也很多 要解決青年問題 除了政府外面 要社會、家庭和個人本身、本人的方面 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實行了十五年的免費教育 在高等教育方面有十多所高等的學院 為學生提供了不同類型的專業教育 除了澳門的經濟改善 不少青年人到外地留學專業選擇 範圍更廣更寬 今天的澳門青少年學習知識 增港見聞 機會很充足 問題是青少年應思考自己的生涯規劃 以及是否有決心實現自己的理想 所以政府應多同這方面去幫助青少年 事實上今天澳門的能量青少年 進展所長的機會是不足夠 很難留住人台 特別澳門產業依然是較單一 遠遠未能滿足青年能以興趣理想一展抱負的願望 這就免不了讓青年對未來的前景是迷惘 鬥志又會逐漸燒塵 當遇到疫情的時候更加會自怨自艾 抱怨社會不公 這些都會對社會長遠的穩定發展帶來不利 希望政府給予加倍的重視 當前隨著區域的合作步伐加快 青年人應該實現夢想的舞台將越會越大 梁榮仔議員 多謝議員 司長各位官員 現在看公立專科醫生輪流很長時間 如果看私人的專科醫生又很貴 事實是因為專科醫生在外面租的診所 比較貴的租金 所以看醫生比較貴 我有個意見給政府看看好不好 政府可以找一個商業大校可以租兩層 一層就鑑開一個個醫務室 給市面低的租金給專科醫生 而另外一層可以政府買一些高質素的儀器 可以做小手術的地方 租給那些醫生在那裡用 變成市民在這裡看的診金會比較便宜 還有可以分散市民輪候公立醫院 還有市民有第三者可以選擇 兩間醫院可以看那些醫生也可以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想問衛生局長 因為很多博彩業從業員向控煙辦投訴 這個博彩業入面那些食煙違法的問題 控煙辦就要留下他的個人資料 留下個人資料之後 沒多久公司就知道誰投訴 知道投訴之後就向員工問責 你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為何有這樣的事發生 還有拉丁城區環彩大巡遊 澳門政府已經舉辦了兩年了 今屆應該都會實行再舉辦的 我想了解一下這兩年的花費有多少錢 還有效益去到哪裏 禁毒方面 現時我們每天看新聞或報紙 都經常見到青年吸毒、販毒 非常普遍的 多數入貨是在內地 消貨是在夜場青年聚集的地方 社工局每年政府花費很多錢 宣傳禁毒的項目 成效有多少呢 可不可以讓市民知道一下呢 我又想跟進一下 那個東亞運動場裏面的那個流冰場 有很多市民跟我們投訴 還有很多運動員都想用流冰場 但是2008年已經關閉了 2010年就解釋設備落後殘舊 可不可以更新呢 現在特區政府有很多錢的 可不可以更新設備 可以開放給市民、運動員呢 山頂手術室那裏有個細菌感染 很多年前有個細菌感染 經過裝修了之後 但是仍然有很多醫生有個介心進去做手術 可不可以 那裏有個局長來解釋一下這個情況 他們現在暫時在那個地方就是在私人的地方工業大廈那裏做的 有加租和收回那個引環 這個問題經常都會發生的 那政府可不可以考慮給一個地方去好啊 或者政府租一個地方讓他們繼續在工作呢 讓一些智障人士有些工作去做一下呢 不要經常要福利啊 讓他們有工作去做一下呢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由政府資助那個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他的教育的方式呢 大朋友、小朋友都一起在那裏學習的 那變成了經常都有那個打靠 因為他們始終都有些有些智障啊 有些那個來自閉啊 那整個有些打靠的事件出來的 有些家長向我們投訴 那可不可以有關當局去下去 看看那個環境 看看怎樣教導他們 怎樣分開他們怎樣學習那方面 這樣比較好些呢 還有那個殘障分類分級評估那方面呢 這一年呢 很多外面的市民都很多 很多有個負面的消息出來 那希望社工局那方面呢 就跟進一下這個這個方面 因為很多時候評核的時候呢 有個別醫生呢 有些說可以 有些說不行 有些說三級 有些說四級 這樣變成呢 評估那方面呢 令到很多智障那個人士啊 要去很多次醫院 那變成是一個比較勞民相財這件事的 那希望是關注一下這個問題 我又還有講講那個 剛才高議員講的那個山頂那個急診的問題呢 那麼急診問題呢 就他們很多時候 我都知道有很多病人在那裡 有整個禮拜都 都上不到病房的 那麼 那麼 他們在那個大小便都在那裡 那洗澡的問題 真是很大的問題 大小便都可以去洗澡 那麼 尤其是遷遲你洗澡 他都沒有辦法去洗澡 那麼 變成那方面呢 對到市民呢 就 嗯 有一個 很 很困擾 很困擾的那方面 剛才我聽到 啊 司長講的那個 那個愛都大廈呢 愛都那個 將來那個重建呢 那麼那個地方呢 比較 停車場呢 比較少的 停車位又比較少 只有一個 花園那邊一個停車場 他對面那裡 只能夠停 旅遊班 那麼希望 如果將來 重建之下呢 就希望有個 有個停車場那個 那個位置呢 就比較 令到 令到很多 很多 市民呢 有個 有個 有個開心 一個 使民那裡可以有個 白車 那樣 還有些時間 我就想講講那個 昨天都講過了 智障人士那方面呢 特區政府呢 就這 近幾年 調升了養老金 殘疾金 遵接了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我非常讚賞 這件事 但是 殘障家庭呢 最主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 很多言語都講過了 是家 是一個縣射 是最重要的一個縣射 你給他一個縣射給他呢 就算那個 殘疾金 少了也好 他都比較開心的 因為 縣射呢 對那個 殘障的人士呢 有個地方收容呢 如果放在家裡呢 他說他 我有時候去過 拜訪過的那些家庭呢 就是 說他肉鮮少少 好像一個動物 那樣困住他 困住他 困住他一個折衾裡面 或者用鎖鏈鎖住他 因為怕他 怕他走出街啊 搗亂家裡的東西 我在 我在這方面呢 就是希望政府 真是實事求是 不要說上一屆政府 說江湖 今屆政府說珠海 是不是 這樣比較實際些 給市民一個交代好些 令到市民對今屆的政府 和譚師長有一個比較好些的信心 多謝 陳美宜議員 謝謝主席 施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因為施長館的範疇是太多 那很多市民和一些團體 都希望在我這裡呢 可以問一下施長一些 他們關心的議題 那希望施長可以抽多些時間 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他們可能都在電視機旁邊等著想聽的 那先講一下呢 就是雙層社保這個問題先 雙層社保呢 當年呢 08年就推出 那當時呢 那個概念就是說 第一層社會保障制度呢 是為所有本號居民提供基本的保障的 第二層呢 就是非強制中央公職金的制度呢 是支持退休之後呢 比較寬裕的生活保障 那在2010年之後呢 每一年呢 政府都會注資進去相關人士 即是合資格人士的戶口的 那好了 到這裡 那但是呢 這個這樣的注資呢 是沒有一個長遠的機制的 就是說也都沒有法律去規管 政府一定每一年會注資的 那在這一方面 對政府是怎樣考慮呢 那也都講到說 立法進程了 那是不是今年2015年 是可以做得到 完成這個立法的程序呢 因為呢其實去年呢 已經說呢 說會立法的了 那一路拖到現在 而呢 施長呢 在這裡說呢 因為有一些公司呢 就是 政府是鼓勵一些公司呢 去參加 僱主僱員的一些退休的公職金制度的 那但是這個這樣的制度 都是政府去鼓勵的 那其實跟政府一路講的中央公職金 又有些什麼分別呢 政府到底未來的方向會是怎樣做 還是說 只是鼓勵了一些私人機構去做就行了 那政府呢 就不做呢 那因為如果你只是鼓勵私人機構呢 那會有一個問題 昨天也有議員提出的 就是說 有一些小的機構 中小企的那些 如果他們不加入的 其實對僱員呢 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問題呢 政府又怎樣去考慮呢 好了 講到這裡呢 那就是跟養老金是有分別的 政府一直都是說 就說呢 2014年其實都在這裡說的 就說呢 會貫徹落實敬老金加上養老金 不低於維生指數這個施政方針 但是敬老金呢 就是由社工局去發放 而呢 就是要逐一去申請的 那好了 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政府是想著 兩條數加起來都不低於維生指數的 為什麼政府不將這兩個金額能夠合併 能夠統一來發放呢 因為敬老金這個是沒有一個規定 也沒有一個數額是每年一定要去做的 就是說如果政府有盈餘的 可能你是會繼續去做 沒有盈餘的不去做 等於剛才的社會保障那個中央公司金一樣 你有盈餘的你會去考慮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了 政府的稅收是減少的 那如果稅收減少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將來又會受到影響呢 現在我們說的不是說未來五年十年的事 因為現在那些年輕人呢 一直在供寫寫寶的呢 大家都在想著 將來自己退休有些什麼保障 政府既然經常都說這麼關心年輕人 而他就是關心自己將來的保障到底是怎樣呢 那希望政府呢在這裡都可以提供一下一些資訊的 那講到這裡呢 就講到一些殘障人士 因為他們呢都沒有能力自己可以向思想去表達 所以呢都是透過一些機構 和一些議員呢向政府去表達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 關於雙層老化這個問題呢 那他們的團體呢就有些呢就關心就說 能不能夠政府考慮 因為政府呢都在這裡說說 雙層老化這個問題會考慮一些殘舍 給一些年紀大的智障人士去住的 那有一些家長呢也都是得 即將來會變成是獨居老人 那大家就想了 既然又是獨居老人 那而那個小朋友也都是年紀大了 政府既然有考慮到一些殘舍 給這一類的人士去住 能不能夠將他的父母 即是獨居的父母 可以給一些殘舍的子女可以住在一起呢 政府這個有沒有考慮到呢 請政府呢有個回應一下 那在這裡呢也都講到呢 就說政府會推行2015至2017呢 會殘疾人權利公約的教育和推廣計劃的 在這一方面呢我想聽一下 政府有些什麼整體的計劃出台 其實呢整個對於殘疾人公約 一個特殊教育這樣來講呢 如果按照國際慣例呢 應該就是說一般呢是會用六倍的資源 放在一個特殊的學生身上 即是如果跟一個普通的學生 和一個特殊教育 需要特殊教育的學生 那這個資源 政府又有些什麼考慮 其實這個問題呢我在行政長官選舉的時候 當時呢我都有問過當時特首的了 那我想聽一下政府在這一方面有些什麼考慮 那加上呢就是說其實一些殘障的人士呢 他是希望活得呢更加有尊嚴的 而不是呢 只是攤大手掌去問政府的 那所以呢早期的治療呢是非常之重要 那政府到底在投放早期的治療方面 又有些什麼考慮呢 其實現在呢是不足夠的 那政府將來你是想著 怎樣去考慮 包括現在所缺乏的一些治療師 各類型的治療師 那這一方面你是怎樣去考慮的 希望你可以有一些的詳細些去介紹一下 講到這裡呢 也都是牽涉到有些地方的問題了 因為呢做這些機構做這些服務 無論是特殊教育機構 或者是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都是需要有一些地方的 但是現在呢地方的非常之不足夠 加上呢上一任政府的時候曾經說過 說公下活化 那在這個問題一出來之後呢 其實那些租金呢一路都是飄升的 那如果對於一些服務機構來講呢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的 那政府在這一方面 你怎樣去協助一些機構 包括就是說 就是拿出來呢 就是跟一些體育有關係的機構呢 都是的 有些呢甚至乎幫助政府呢 在社會在其他地方呢 拿了獎的這些機構 但是呢他們可能 他們自己的設施都是不足夠的 那麼在這一方面 政府除了是支持一些特殊教育的機構 沒有不夠地方 設施不夠 資源不夠 這一方面怎樣去考慮 另外就是說 體育的運動設施的場所 有一些地方是需要 除了是工業大廈之外 需要更多的場所去 去練習的 例如就是說 沒有龍沒有絲 那一類的 那個樓底不夠高的 在這一方面 政府又怎樣去考慮呢 就是這些呢 都希望政府 有一些的 可以告訴大家 那麼還有一小時間呢 就想提到 醫護人員 因為政府呢 在施政方針那裡提到呢 會為衛生局的醫務人員 去買責任保險的 那麼在這一方面呢 希望政府 一會兒可以介紹一下 你是怎樣去考慮 是不是只是政府機構那裡 可以有保險買呢 而這個保險 有沒有考慮一下 那個醫護人員 如果萬一遇到一些什麼情況 例如說 譬如沙士這樣的情況 那麼這個保險 是不是對他們 也是有保障的呢 那麼這個保險 是政府出錢買 他們自己私人買 到底是怎樣 那麼好了 在一些私人機構那裡 那麼他們又怎樣買呢 是不是需要規定買呢 謝謝 張立軍議員 主席 司長 各位同事 在你的施政引介裡面呢 其實真的看完呢 就沒有什麼好聞的 因為裡面所有的東西都齊了 因為以前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呢 是你現在新上來的 但是如果按照你這個藍圖呢 我想五年不止 百年光輝 不是十年 不是十年 五年輝煌 還有一個就是差不多 有一個明治維新 百日維新 梁啟超康有為的時候 一百日內 我們中國人現在興了百日宴 不知道你們那些弟弟們出生 都不擺滿月的 擺百日宴的 所以我都覺得你幾新潮 要用這些社會去走 裡面呢 你說到一些鏡梅醫院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增加了40%的門診率 提高了那麼多 但是山頂醫院呢 就反而減縮了20% 那個深科專科論診的時間呢 就比去年同期減縮了66.4% 骨科又減縮了28.6% 腹科就減縮了18.9% 其實我覺得 第一 分流的問題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也聽到 分流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為有些醫院被你分流 每個都做到狗 但是那些縮了不用做 就舒服了 山頂醫院 第二 所以就增加了鏡梅的其他部分 你說 人白醫院 減了20% 深科專科的門診 縮了66.4% 是不是那些人真的不敢去看呢 為什麼縮得這麼厲害 你們說的 怎麼會無端端縮了60%多 難道病開的人直接沒有了 這個數字我真的看起來 骨科就縮少了28.6% 我希望醫生真的證明 舉個例子 為什麼會縮得這麼厲害 沒有人看 那是對醫生的信心 而是對什麼問題 會產生的數字出來呢 那麼 富科 澳門現在過得生孩子 這麼好的生活環境 都減縮了19% 所以我就希望 師長 能夠將這些實際的情況 我們真的想清楚了解一下 今天提到醫生再說 剛才師長也說 在這幾個月 今年要提高了 有55萬名的服務 增加55萬名的服務 那我亦都覺得很奇怪 如果按你這55萬的服務 其他一次才不用加的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澳門所要 剛才你說增加40 我們澳門50幾萬人口 你要計55萬 那就是什麼都不用了 按照你改革已經 什麼都齊了 可以做到足夠了 就是數字上的反應 或者我理解錯誤 那到底這55萬的名次 每個人看一次 計數 平均成年 澳門人只准看一次醫生呢? 因為全澳門只有五十多萬人 那你55萬次 就等於每個人看一次 或者再增加 可以每人多看一次 就是以前看一次 現在看兩次 所以再其次 對於澳門醫療呢 我們都是很了解 澳門一個小地方 對於請醫生也都有困難 哪裡來的醫生我們都很清楚 心知肚明 醫生的職業技術去到哪裡 也都有很多很好的醫生 也有些不是很成功的醫生 每年的病 對病人的病例 有很多可以顯示出來的 如果現在你增加 今次你在醫院說 增加五百多名的醫療人才 那些人到底在哪裡找來呢? 現在澳門派牌的人 我所知道 都有一千幾百醫生 那就好奇了 我們經常都沒有人才 你要找醫生 為甚麼成千幾個精英 讀完醫科出來 我都看過兒童醫科讀不到 那你為甚麼他們會派牌呢? 原因不是沒有培訓 這是政府的責任 那就是畢業回來之後 那些醫生呢 根本是市政廳 衛生處發的醫生 撿照給他 但是山頂醫院不請 鏡門醫院不請 為甚麼呢? 那你叫毒來做甚麼呢? 所以這個問題呢 你們要想一下 如果現在在大學 將來那六百多個病床增加 護士我們保證你夠 因為用甚麼二一澳門 一個月一年培訓 一百個護士 八十個護士幾間 幾間護士學校 這個就簡單 醫生你真的不是做了四年讀完 五年才實習出來 就叫做得醫生 如果只是普通看門診 就像我們某些醫院裡面 就只是看這樣 就不用看嗎? 賣償幸福相公訴就行了 基本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 司長 你很希望能夠把這個醫療 我看第一個就是醫療 所以我特地說這個 我知道很重點 希望找好這個醫療 怎麼去做 但是其實 其實是要很小心才可以 最重要的是 我想你剛才說的 現在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醫生 讀完書回來 就沒得做 如果你要我給幾個例子都可以 是北京 清華塔 不亦都有 那你讀了書 有甚麼用呢 應該現在 你想醫生就要開一間培訓 出國 讀完書回來 還未有培訓的專科醫生 在這裡繼續給他培訓 好像護士也沒有用 你不要頭 你不要頭 那些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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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 我們李校長 我讀完出來 我聽他覺得很多護士 沒有經驗 怎樣呢 他對著他 那些塑膠人 刺什麼都可以 我都可以刺下去 但是去到他實習 沒有機會給他實習的時候 看到他人手 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個經驗就給他實習 但是香港或者駿湖的醫院的醫生 那些護士可以去到醫院 帶著護士頭 去看著他注射怎樣打 哪裏怎樣 有了一個經驗 理論才可以執行實行 你不是 總而言之 他是讀完書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國內醫生畢業下來 你了解一下 很可憐 有那麼多人在這裡派牌 那你經常都是上游 我們阿芬卓向小姐 經常都是有人上游 他在派牌上游的 是吧 如果有這些問題 我希望你在做培訓中心 將那些人分配到醫院裡 怎樣讓他們實習 有一個機會 這樣才是一個成材養育 不是浪費了澳門人 十幾萬一個學生 十九八九萬一個學生 我們每年只是本地讀書大學 只有七千多人 有萬多人培養我們祖國 或者外地來的學生 每年的大學教育 七億多元的錢 都不知道怎麼分出去 所以我只有時間到了 我希望師長 你既然醫療 我就實在再再聽到這些事情 希望你能夠做到 好了 多謝 請譚師長回應 多謝主席各客 多謝各位議員 剛才我很開心因為 正如剛才我講過的 好幾位議員 其實跟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特別是在一個品德教育 過程教育 我想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必須要做好有關的教育工作 特別是冯議員 贈了我一句 關於我們之前的愛國詩人屈原 尼蘇夫 我希望 我不需要和他一樣 投公自盡 但我也在這裡做一個承諾 特別是高天賜語員 特別愛聽的 因為他經常叫我們問責問責 我在這裡承諾你 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話 我會請辭的 但是我覺得 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的醫療人員 特別是我們的醫護人員 在我們公立醫院也好 或者私立醫院的醫護人員 其實盡力 我昨天也說過 剛才李局長也說過 其實大家都是一條心 因為確實我們 現在要服務的對象是太多 我們盡我們一切能力 就是去做好 現在我看到 是有進展的 剛才議員 張立勤議員也說到 我昨天就是向大家公佈的數據 不是我做的 我也是前兩天我才收到 我自己都很鼓舞 因為不是我們辦公室做的 這些數字就完全就是 三令醫院它全部有電腦 電腦化的 電腦化的話 它輸入多少呢 就是有多少 完全就是 不是我人手自己去生改 一會兒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也會交給李局長 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是怎樣做法 大家關心到關於醫療那方面 醫療那方面 不是 剛才 張議員你所說的 我們 在1月29日開始 做了一個分流 這個分流 其實就很大作用 這個分流其實 為什麼我們要做分流 為什麼我們要用那個 智能手機去做呢 其實就是把我們原本的 傳給醫院的急診的病人 分流去鏡湖醫院的急診 還有門診去非牟利 醫護人員那邊 大家可以想像 鏡湖醫院 他們的 在分流之後 他們的病人 人數是增加 是四成 對不起 是七成 七成那麼多 七成那麼多 而我們 而我們的三年醫院 在同期都是增加 就是兩成的 增加兩成 對不起 八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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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不分流的話 山頂醫院 大家可以想像 病人的數是幾那麼多 我們幸好是做了 如果不做的話 因為當時是春假 當時也是流感 是最高峰期 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那個成績 可以告訴大家 也是有目共睹 亦都是相當之 令人鼓舞的一件事 還有不單止 不單止 亦都是回應了我們 我們 山頂醫院的同事 和我們一起 將有關的工序 或者是醫療的服務 作出一個提升 或者是加快 更加有效率 所有的 那些門診專科 初診的輪候的數字 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這些是山頂醫院那方面 提供給我們 我認同各位所說的 其實在今年 我們要請這班 529位的本地醫護界人員 我們確實 我們要在澳門的市場 去聘請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辦法 當然 大家要明白 我們如果公立醫院 或者是醫護體系 他不夠人的話 他究竟去哪裡做呢 不外乎就是 兩種途徑而已 一種就是 向本地 本地私營的 醫護界去聘請 或者是外聘 當然我們首先 就是要請我們本地的 醫護人員先 如果請不到的話 我們才請外聘的 例如內地 甚至是埔國 或者其他地方 都是外會做的 當然 大家會明白一點 其實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在澳門目前 這種醫療的生酬 很難請到其他地方 馮醫院很清楚 很難請到其他地方 好的質素 那些醫護人員 特別是醫生 但我們不可以不做 我一樣要做 所以我之後 我下個禮拜 我就會到北京 跟衛計委 就是我們 負責衛生範疇的部委 就跟他開會 要求請他們 提供的方便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輸入 一些質素高的醫護人員 彌補我們澳門現時的 醫護人員的不足 當然 剛才提到的 比如在娛樂場那方面 大家很明確的 亦都是我 上任之後 跟我們的團隊 一樣就是要重視這個 醫護的素質 醫護人員 他們的素質 不是他們 讀完醫科 大學畢業的 或者五年的 六年的 就可以做到醫生 至少在澳門來說 暫時來說 也不可以這樣做 必須有個考核 因為這個原因 過去也有些醫生 他們就考不到 將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他們就可以考進去 我知道 在2011年和2012年 我們分別舉辦 跟鏡湖醫院 以及一起在科技大學 醫院方面 也進行了一些培訓班 就是有關於醫護 那些知識的 那個輔導班 給已經是 不阻業的 醫科生 醫科畢業生 看看他們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這個能力 去讀 讀完之後 還要考入一個工精 還有 科技大學也有進階班 給他們 也是培訓了百多位 百多位人士 效果也不錯 也不錯 所以我們非常認同 我們有醫護人員 但他們必須要很嚴謹地去聘請他們 不是隨便聘請 亦是認同 我們日後需要設置一個專科醫院 專科學院 培訓我們現職的醫護界的人士 將來我們山領醫院也好 或者鏡湖醫院也好 或者外面的 私營的診所醫生 他都可以 報讀有關的課程 當然現在我們正在起步的階段 我們啟動了研究 我們衛生局的同事 現在是和香港那方面的 有關的學院的人士接觸了 我現在正在探討一下 有沒有最快就是 這兩年成立專科學院 我認同各位議員朋友所說的 這五年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進行一個改革 不然短期就可以看到的 即使現在目前來說 這100天我們有一定的成績 但是我不滿意 我覺得更加需要加快這個部分 因為在未來這五年 我們將會有一間新的醫院 在離島醫院有一個新的綜合體 在這些醫院建好之後 我們更加需要有好的軟件去提供服務 現在我講講有一關 我們外刀酒店 那個大那個就是 那個建設 因為昨天我特別留在今天去講 因為我想集中 各位議員所提問的一個議題去作答 行政長官非常之重視我們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所以都是交了這個項目給我 那麼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識的 這個共識就是說 不單止是令到這個愛刀酒店成為 我們的青少年的這個民康的中心 一個交流的中心 令到我們的青少年朋友就可以科愚 就可以去那裡參加活動 還有不單止是這裡 還有就是隔壁的新花園 新花園泳池 我們將來都是一連串的 一系列的一個項目 包括新花園 新花園泳池將來就是會打造一個全天候的 一年是365天的 就是溫水的 溫水的全天候的泳池 給我們澳門的市民和青少年使用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 昨天也有的 有議員說到我們澳門 包括馬議員也說到 我們澳門的 體育設施也不足夠 是事實 所以我們就要充分利用我們澳門現時的一些設施 或者將它改造 或者將它原來的一些設施加建 或者是優化它的空間 在塔石那一帶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在前一些的 就已經有這個 德勝花園的體育股 然後跟著有高美士中部學校 我們已經將它的校園 在課餘之後 可以提供給我們澳門青少年 或者是市民 作為一個球場 或者是作為一個戶外的 一個活動的場所 然後跟著 新花園 這個泳池 然後呢 過去了 就是我們將來的一個綜合體 這個文康娛樂的綜合體 整個有演藝學語 有音樂 有音樂 舞蹈 甚至是劇場等等 然後跟著過去呢 就是 河東 中部學校 然後跟著呢 就是塔石 鐵館 還有 還有我們的 青年使館 和青少年的藝民館 在對面呢 就有我們那個文化局的總部 然後呢 就是中文圖書館 檔案館 然後跟著下去 一路呢 就下去呢 這個 國庫紀念館那一帶 所以呢 日後呢 塔石呢 就是球場那邊 以前的球場 現在作為一個廣場呢 將會成為我們呢 青少年的一個文康 一個運動的場所 有議員提到 我們那個流冰場 我其實跟大家說 我們都是想到的 我們可不可以將 新花園 或者在旁邊那裏 就是愛都酒店那裏 也都可以規劃 如果地方夠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設一個 流冰場 就給我們的 澳門市民 或者青少年呢 去使用 所以整個呢 都是我們一個願景 我們一個 就是構想 我是有信心的 在年中呢 我們會 會 會呢 就是向我們的 市民 去介紹有關的情況 所以日後呢 我們的 體育設施 或者是 藝術教育的設施 都會增加 另外 就說到 停車場了 其實呢 更加是令人 可以想像的 就是 日後 我們 這個 這個 很多 鳥拜師 大馬路 就是通去 水坑那裏呢 是不是可以 作為一個 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 地下的通道 就好像現在 塔石廣場底下這樣 因為如果可以打造 成為 一個地下的 車道的話 那上面呢 就可以變成一個 大的廣場了 更加就宏偉了 當然啦 這些是要公佈 部門的工程師 同事 去想啦 我們的同事 就是這樣構思 也都會 在 愛都酒店 底下呢 都會有個停車場 幾層的停車場 給我們的市民 作為使用 所以整體來說 就是 這個是 我們一個構想 我們一個弘圖 我覺得 在未來這幾年 如果一切順利 我們的 有關的部門 就可以 早些落實 就是那個 洞公期的話 我相信 在未來這五年 我們呢 一定會有 比較 就是優美的環境 特別是 在塔石那方面 講到 這個 這個 得殊 得殊教育那裡 還有 這個弱勢 雙重老化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就其實呢 我一上任了之後 我馬上去拜訪有關的團體 特別是殘疾人士 大家可能也都在報道那裡都見過了 我當時呢 就要跟他們呢 也都是 有過的一個傾談 還有呢 大家都傾談比較深的 基本上呢 我們呢 就是 日後呢 都可以 在 有關的地段那裡 就是興建一些院舍 為 這幫殘疾人士的 或者是雙佬的 一些市民呢 提供了院舍的服務 我們完全是有規劃的 完全呢 就是可以 在未來這幾年呢 我們呢 是會做到 而且 那個院舍 那個數字呢 是不會特別多的 我們呢 就是可以呢 令到呢 有足夠的院舍 提供給這些 雙佬人士 還有 我是很同意呢 是 多設置一些社企 給一些殘疾人士 當然呢 是輕道的 或者是 重道那些 當然是不行的 當然需要我們呢 就是 特區政府呢 去扶持 但是如果是輕道的 一些藥 藥 也好 或者殘疾人士 也好 我們是 完全呢 就可以呢 有關的團體呢 去做一些社企 的 我在一月份 我也是去 拜訪了 扶空會 這個社企呢 是做得很好成功的 最近呢 我們都批了 另外一個 也是這個扶空會的 另外一個社企的服務 那日後呢 如果是有更好的構想的 或者是有更加多的社團呢 就是提出 有關的建議 那當然呢 我們是必須要 就好好仔細去研究 看看它的可行性有多少 我們不是貿貿然 就是等不錢 去跟人做一間企業 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必須要 善用公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的構思就是 我們在未來呢 就更加 加大這個資源 去給社企 去扶持他們 他們呢 就是非牟利的 是屬於一些 NGO 非牟利的一些組織 我們呢 就去扶持他們 就是等他們呢 我們叫做 我們昨天也有說的 也是一個名詞 就是官見 官督民辦 就是我們呢 給資源去籌見 而且我們去監督他們 但是他們呢 就去扮 不單止是 一些弱勢的社群 或者是社企 甚至是醫療的團體 我們呢 我們呢 都是 朝這個方向去想 去做 因為 我們 不可以 不可以 擾住雙手 如果我們擾住雙手的話呢 我們任何的服務 沒有辦法提供 我們呢 就是 坐以待斃的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走前一步 就是特別 對於我們社會服務那方面 我昨天也略略說了 我們呢 也都會有一個新的 在七月份 我們社會工作局也都會 推出一些新的模式 就是去資助呢 我們 一些社會服務的機構 我們 盡可能呢 令到他們的租金 幫他們呢 就是付他們的租金 因為今時今日 外面的租金實在太多了 我剛才也是幫助了 我們 一個弱智的 外籍的人士 他們有很多外籍的 包括 美國人也好 或者是袍國人也好 他們的小朋友 就是自閉症 甚至是 其他 有困難的 小朋友 我們必須要 早些發現 早介入 其實我們現在呢 有三個部門 一起去做的 是哪三個部門呢 就是 教室局 和我們衛生局 和社工局 這三個部門 就是負責協調 統籌呢 這班 小朋友 特別是有困難的 有問題的小朋友 教室局 就是負責去早發現他們 因為他們如果去 入讀那些 幼稚園 託兒所的話呢 就在那段時間 幫他們發現 然後呢 送去 衛生局那邊 提早治療 然後呢 也有我們的社工局 那方面呢 就是去支持 去資助 有關團隊去做 總之 我們 一定會全力地支持 這些 弱勢的社群 特別 剛才幾位 議員提供 一些 譬如 語言的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等等 這些我們全部組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 我日後可以給大家 一份報告 我們怎樣呢 就是協助這些社聯 去聘請那些專家 去幫助我們那些 自閉症 或者是 弱智的小朋友 所以整套 施政呢 我們都是有準備 多謝主席 馮子強議員 多謝主席 施長 希望澳門特區政府 作為國家 推行一帶一路的 經濟新模式 其中一個 節點 更希望政府能夠把握 這個好機會 通過各種途徑 協助青年人做好人生的規劃 特別希望教育界和家長更是 責無旁貸協助青年人 看清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定位 結合個人興趣專長選擇 學科走向成功 總而言之 解決青年問題不能光靠政府 而更是需要全社會的配合 才能讓青年人有用武之地 創造環境 為造就人才留住人才 讓青年人看見前景 謝謝 梁榮仔議員 謝謝師傅 師傅 師傅 剛才師傅說過 愛都 愛都酒店將來的重整 我剛才聽到有個流冰場 將來會有個流冰場 但我想也要四五年後才有 現在路環 東亞運動場那個流冰場 何時會給市民用呢 有沒有可能給得回呢 還有沒有時間表呢 我還有跟進一下這個 拉丁城區的環彩巡遊那裏呢 我剛才希望了解一下 這兩年之後的成果去到哪裏 還有禁毒那方面呢 現在真的太過多青年 吸毒和販毒 販毒是最嚴重的 吸毒都說可以 販毒和吸毒是非常之嚴重的 政府每年都有宣傳 和解毒那方面 但是成果有多少呢 我想知道一下 剛才司長也說過 政府請醫生是比較困難的 我想也是的 因為你都要有位置給他才行 還有要考核 還有要有位置給他進來才行 所以我剛才說過 就是希望政府是 扶持一下外面的醫生 有些新的醫生 或者他做得比較新來的醫生 新有醫生牌的醫生 他可能租的地方非常之王貴 尤其現在的租金 剛才我希望說過這些設施 希望政府去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扶持一下那些醫生 等到市民有多的選擇 不是一定去光公立醫院 或者鏡湖醫院 如果看私家醫院是比較便宜的 都可以分流多些市民去的地方 多謝 陳美宜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其實我剛才用了8分鐘時間 只是說了一半的話題 還有一些就是包括 又托兒、又兒的分區 和蒲宇方面都沒有時間說 但我現在跟進我之前的問題 就說回中央公積金那裡 因為現在是非行常盛地注資的 我們想了解一下就是 長遠的發展方向是怎樣 到底政府在中央公積金 這個制度的定位是怎樣的呢 是否正是現在一直都是鼓勵私人機構 去和員工去購買央積金 就是等於政府一路所說的中央公積金呢 這個我們想聽清楚一點 加上就是說養老金的問題 我一直都是主張養老金能夠和維生指數掛勾 那是供款那裡是怎樣去調整呢 現在還沒有一個答案出來 還在研究中 就是說那個敬老金 政府一直都是說敬老金和養老金加起來 是可以達到那個維生指數這樣的標準的 那現在因為政府又提出就說精兵簡證 行政效率又怎樣去加快了 那這一方面能不能夠將兩個部門 所負責的一個敬老金一個養老金 能夠合併一起去發放呢 那這個是問題 另外就是剛才司長有講到就是說 雙重老化的問題 那但是我想你是針對性雙重老化 是給那些的弱智或者是殘疾的人士 我的意思就是說有沒有一個院舍 能夠是做到親子雙老的院舍 就是說那些獨居的父母 或者是可以和那些子女一起住呢 這個有沒有考慮 麻煩 張立群議員 主席 市長 剛才不好意思可能我講的話 講得過分快了 所以令到 那但是呢 我實在是 我相信司長你說的是真的 是電腦給你的 是你上的 那些伙計同事給你的數字是準確的 我相信是 但是我呢 就對電腦數字呢 不是信百分之百的 因為電腦不外人為 有人為之外就不是百分之百的東西 所以左手都信不過右手 那為什麼呢 我也是希望你能夠不書面介紹 為什麼會 因為你做得很好 每一個司長做得 我做那麼多議員 沒有一個司長上任 可以這麼短時間 將這麼大的行政改革 醫療改革 你做到這樣 這個不得了 成功得不得了 但是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張紙 再其次就是說 關於 我也是體育界 剛才我的時間不夠 體育呢 其實呢 你講到場地上 上次講的 場地上的問題 實際很缺乏的 不論足球難過 什麼球 乒乓球都是缺乏地方的 所以我希望司長呢 能夠運用多些地方 將體育運動 大眾運動做得好些 因為主要就是澳門沒有場地 現在有些場地 限制於某個時間 某些人 可以租 有些是租不到 有空扔掉 都是租不到的 所以希望司長 亦都跟著這些去 令到大家都能夠享受到 我們澳門的體育設施 多謝 請司長回應 多謝主席各下 多謝各位議員 因為涉及到 比較具體的工作 所以以下的時間 我交給這三位局長 去為各位介紹 分別就是 李局長 他可以介紹一下 有關剛才 阿張議員 不相信那些工作 或者數據 或者介紹一下 怎樣做 或者其他一些議員 也都提及的問題 都可以回答 另外呢 再請 體育發展局 大局長 也可以介紹一下 有關我們東亞 這個 運動會 他場館 流冰場的情況 到最後 再請 葉炳權主席 再一次 向陳議員介紹 麻煩 麻煩 議員 張議員提到的數字 其實 講緊悶診骨科 苦科 心科的數字 其實不是人次縮減 是那個輪候時間 減少 那個百分比 我們 經過了三個月以來 輪候時間 持續這樣下跌 因為我們是增加了人手 和增加了門診的次數 每個醫生的門診次數 所以 最明顯的 縮減 輪候時間 是骨科 副科 和深科 至於 澳門人 平均 那個 體病 那個 次數 其實我們是這樣計的 因為 我們政府 提供給市民的 醫療服務 我們計 衛生局的 醫院的門診 急診 衛生中心的 診症 以及一些購買服務 即是去鏡湖醫院 急診、悶診 非牟尼醫療機構的 醫療服務 另外就是 醫療券支付的醫療服務 總共 就是 568萬人次 整個澳門 即是我們平均 我們六十幾萬人 即是說 每人每年 是 看醫生 九點四次 九點四次 這個呢 就只是計 政府 提供的 免費醫療 還未計 市民自己 拿錢出來 看證 我們對比 香港 我們是香港人 那個平均的診症的 次數 是 多過香港 1.3倍 多過新加坡 1.5倍 多過美國 兩倍 那麼 其實又想一想 我們澳門人 其實很長壽 82歲的壽命 那麼健康的人 為什麼要看這麼多次醫生呢 真是好好想一想 就好像正如司長昨天說 我們的市民太容易看到醫生 不是看病難 那麼 至於這個培訓的人 培訓醫生的人數呢 那麼我們在2011年呢 通過這個臨床知識輔導課程 和這個臨床進階實踐課程呢 是總共是培訓了400個 剛剛畢業的醫生 400個 那麼 其中呢 有68個已經 我們聘請了入這個 我們衛生局做這個醫生 另外有70個呢 將會畢業 可以考試 做我們衛生局的醫生 那麼 那麼手術室的問題呢 經過重新的裝修呢 那個細菌素已經符合標準的了 控煙辦方面呢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 有一個嚴格的指引呢 是不會將投訴人的資料外洩的 那麼 至於責任保險呢 我們 人白祖長後醫院 現在是整體這樣去 籌備去 購買這個責任保險 那麼 金融管理會協助我們做 那麼 至於這個 陳議員說的 傳染病 就是沙士時候 如何保障醫護人員呢 這個就不是責任保險去覆蓋的 這個是 我們沙士之後呢 我們是 跟這個保險公司商量 怎樣去買到一個保險 保障醫護人員 避免它在傳染病 受到影響 那麼最後我們是 幫全個衛生局的員工 買人壽保險 買人壽保險 就除了傳染病之外 其他的病呢 都可以受到保障的 那麼 至於私營的 醫護人員的 責任保險呢 現在在這個 醫療人員的註冊制度 或者是這個 醫療事故法的方面 在這裏研究當中 我 在那裏 接著 謝謝 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關於陳美怡議員 所提到的 關於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 那首先是就分 養老金銅 最為為生肆掛勾方面的問題 那其實很多議員都提到 社會保養基金 那個財政的狀況 在現在目前 在稅收 博彩稅的十年節 底下 那究竟社會保養基金 那個財政的狀況 是怎樣怎樣支持呢 那也都 大家也都提到 在通解數字顯示 我們未來 20年 本地人口的老化速度 是很明顯加快的 勞動人口也都是 大幅減少 在面對人口老化 少子化 和勞動力下降 對於我們整體社會 和經濟帶來的衝擊 那我們必須要很小心 去處理 這個問題 那所以 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對於社會 那個承擔能力 是必須要 按部就班 慢慢去看清楚 我們未來 我們未來 那個在精算 對於我們 長遠狀況的精算 的情況 和在特區的 盈餘 與社會保養基金 撥款機制的研究 那個可行性 掛鉤的可行性 的研究基礎下面 我們才有條件 是去看看 養老金 和最為生肢 所掛鉤的問題 因為養老金 它那個最主要的 原則就是社會保險 是必須要僱員僱主公本 僱主 僱員僱主公本 政府是作為一個 輔助的性質 但是剛才也提到 社會保障基金 過去一直以來 都是由政府 一個大力的支持 但是最終 怎樣去承擔 都是要回歸 那個制度的基本 是社會保險的原則 僱員僱主 是必須要 和個人 必須要承擔 一個比較大的責任 而至於 敬老金 是否融入去 我們養老金 去一起去發放 或者將金額去融合 那因為敬老金 它是65歲 才可以領取的 同時是必須要 永久居民 而養老金 它現在目前發展的狀況 是有些60歲 它是可以領取的 還有它必須要 登陸在社會保障基金 和領取養老金 才可以領取我們的養老金 所以在澳門的居民 即使是65歲 它不一定 它是會拿到養老金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敬老金 去融入去 我們養老金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一部分的居民 它不一定是可以 拿到這個 的養老金 拿到這個敬老金 同時也是由於 提前領取養老金的 是一個這樣發放的制度 可能它怎樣去計算 是否一些的 居民去下敬老金 它可能會打了一個折 這個都需要小心去處理 透過我們 和社會工作局的 一個大家共同去探討 那麼我們也都是由於一些的情況裡面 是減化了相關的手續 而至於是中央公積金去推動方面的問題 那麼我們也都是完成了一個公開的諮詢 也都製作了一個報告 那麼也都是修正了相關的方案 那麼在法律草案也是基本我們是完成了 只要有待我們再重新去檢視 之後會交給社會協調常聚委員會 那邊是去做一個討論 還有他們發出了意見之後 那麼我們就會提交給上級 去作這個法律方面的一個審核 而至於這個中央公積金去未來 是否政府是繼續仍然是去住資 是否有一個機制去設立呢 那麼其實是都分為一個基本 中央公積金它是僱員僱住 供款是為僱員退休之後的生活 作為一個進一步的提升 而政府現在目前的撥款 是作為一個是啟動中央公積金 它是前期方面的工作 當中央公積金去最後真正落實的時候 那是僱員僱住去公佈才知 是這個制度的一個基本 政府是作為一個管理者的角色 和作為一個監察的角色 是去推動企業去參與這個制度 那麼當然我們是前期 現在有一個非強制性進行 那麼後期 那麼當田卷成熟的時候 經過301個檢討 那麼我們是都會去看看 到時是否有這個條件 去進行一個強制性方面的一個推動 主席各位官大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